지고ブログ 好 我們謝謝總幹事 以及各位長官 各位農友鮮定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非常有精神 南核劉廣泉 名字在上面 那我在改良場主要負責蔬菜 蔬菜的品種改良 還有栽培技術的研究 不管是露天栽培 還是有季 還是盛世栽培 所以這個在座 今天不管是蔬菜 還是水稻班 應該加減在家裡 都有種一些蔬菜 都有 有沒有種比較大中大量的 一下蘿蔔有沒有人種 蘿蔔有 比較種多的嗎 聽說這邊有氣做的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啦 有啦 知道附近有人在種蘿蔔嗎 我們楊梅種的蘿蔔品質不錯 那有沒有種一些特別的 或者是最近賣的不錯的 有沒有人種芋女小番茄 小番茄有沒有 去年一年102年 芋女小番茄在台北市 果菜市場批發價 平均高達150.8塊 這是大概最近知道價格還不錯的一個作物 所以剛剛很多長官都有提到 事實上國內的農業 當然大家都講農業是落實的 那確實如果我們農業只是像早期一樣 大豐收就好 那大概各位就賺不到錢 因為早期我們會祝大家大豐收大賺錢 可是現在大豐收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價格下來了 就賺不了錢 所以大豐收其實現在不是農業的一個 尤其台灣 台灣地不大 如果像美國將大陸圍下一種 種一個台灣面積的稻子 全世界賣 賣便宜一點 那他有金子很多 可是台灣都是小地 我們每個人有的農地都不多 所以我們走的方式呢 不是大面積大量之類的 而是精緻 只要精緻品質 相信各位 絕對在農業就不是落實 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針對蔬菜這一塊呢 也做一些介紹 那當然日後 各位在蔬菜方面 有什麼一些問題 我們也很高興 很樂於希望大家 來電話跟我們討論 因為農業這一塊 是互相討論出來的 也相信今天在座各位 大家都很年輕 大家的年次都很輕 都非常年輕 所以呢還蠻有前途 那當然呢 在農業這一塊 大家也不用擔心 所以你的經驗 跟人家講 哇 被人家偷懸 其實啊 你的經驗人家偷懸不了 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你的地跟人家的地不一樣 所以人家要中的時候呢 跟你講 你告訴他 他 你的經驗就是他 他不見得有辦法 照做地會成功 那個就是因為 一個土壤 環境 它的一個差 所以我們一講到種菜 種菜一開始 第一個要考慮的是什麼 就是先考慮 我們這塊地 它的風水如何 所以種菜要看會看風水 會看風水 當然不是說我看這個風水 將來是不是只剩可以當總統 還不用那麼遠 但是最起碼呢 你了解你這塊地的風水之後 你種東西比較成功 機會比較高 那我們了解的風水呢 其實簡單幾個 這是剛剛水到有講的 第一個 先看我們的節氣 氣候 氣候條件 同樣陽明這個地方 有的比較靠山 有的比較平 有的比較靠海邊 那個風 陽光 雨水 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就因為這些不一樣 土壤也有一些差別 所以你要在重東西之前 你可能做的策略就要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要第一個要優先的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考慮到氣候條件不穩定 想要改個設施 當然也是一樣 設施的風方向也很重要 不是說隨便一蓋 一蓋之後的結果 剛好冬天來風灌了進去 結果裡面菜會找回 夏天呢 風吹不進去 結果裡面熱的鑰匙 結果把菜熱死了 所以我們蓋設施 通常也是要看那個方向 既然冬天可以避風 會保冷 冬天會通風 可以降 那這樣蓋設施才有意義 不然呢 我們的台灣啊 大家都說台灣是個寶島 就是因為一年四季啊 溫度變化差異不會太大 那也因為氣候很好 作物都長得很好 作物長得很好 也代表什麼 病酬害人 所以如果本來台灣病酬害就多了 你又蓋一個設施 溫室裡面再蓋一個溫室 你就知道那個溫室在夏天會熱到溫到什麼程度 所以通常蓋的溫室是希望說 颱風啊大雨啊 這個不良的氣候 最起碼打下來 不會第一時間就打壞掉 可是我們要注意到 因為高溫的問題 你的設施就要有一定的一個方向 否則的話呢 你的設施不會幫你 反而會讓你更辛苦 消費的成本更高 那我們種菜 第二個就是考慮到 你要種什麼樣的菜 我相信各位不管怎麼樣 菜都有一個適當的了解 我們通常會講 一般的菜有一些簡單的分類 就像我們種 吃葉子的叫葉菜 開花的花菜 結果的叫果菜 這樣子簡單的一個分類 它代表的意義 就是說最起碼我們在施類管理上要注意 葉菜類 淡肥的比例要偏高一點 果菜類 在開花結果之後 你的菱甲肥比例要高 否則呢 你會像很多種水道應該都有經驗 如果一片綠油油的 在開花結色之後 如果稻子還這麼綠油油 通常 稻米的品質會受到一些影響 同樣的蔬菜也是一樣 果素也是一樣 如果要開花結果 在開花結果期 葉子還油亮到不行 枝葉非常茂密 基本上它的品質 果實的品質 其實會被葉子浪費一點 反而不會很好 所以以前有一句葉語說 歹足除豪水 其實這個不是沒有原因 確實是這樣 也就是 只是 爸爸媽媽如果本身啊 不是這個非常過度建造 他會想盡辦法把所有罪 都留給後患 所以 子孫 所以果實 花灰 或者是根基會長得好 如果本身太強壯 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賺很多錢之後呢 只想玩 不想生孩子 錢就留在自己花 他知道子孫以後不想留後會孝書 不想留給他 所以全部自己花 每天穿得漂亮 開個跑車 住羊房 不養小孩 所以他就是一樣 將來結的果實 所以不好 所以食物也是根的一樣 所以我們通常呢 這個了解這一個之後呢 接著 就要了解 我們在栽培上 常常會聽跟他講說 這個連坐的宅案 所以相信很多 這個有的人種完水稻之後 一起種 第二季之後 可能種別的座物 有人種一些蔬菜 有人種一些其他的果菜類 那這個都是非常好 那在連坐 這個狀況 我們通常講 連坐就要依照他科學的分類 植物學的分類 像我們現在說蔬菜 比較健康的 十字花科的蔬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很多 包括小白菜 白菜類 甘蘭類 芥蘭類 芥菜 還有開花的花椰菜 青花菜 甚至吃地下根的蘿蔔 它都是十字花科 所以它這個的意義 代表的是說 它可能最早從祖先演化來 它的 對土壤營養吸收的類似 這個方式很類似 那會危害它的病酬汗很類似 所以如果說 你一直種十字花科的蔬菜 對土壤一些微量元素吸收 容易缺乏 我明白是為大家都不會刻意去交微量元素 就是因為 這個岩石經過風化變土壤 土壤變煞 這個過程當中 一些微量元素都會跑出來 這個對豬吸收基本上就夠 所以我們幾乎是不需要額外加 可是如果你一直種十字花科 頭科的一直重 這方面會一直被吸收 一直被吸收 結果某些很多某些不夠 就會造成生長的衰弱 另外一種下去之後 喜歡十字花科的蟲跟病一直來 你一直種它一直來 越種越嚴重 所以它相對來講就會越做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別人做的一個問題 那因此我們盡量避免它 如果病重太少 病灑的毒藥就會少 食物長得好 肥料肥少得少 成本降低 這個對我們將來之後 同樣 賣十塊賣一百塊的東西 你肥料降得少 你的成本 你的賺就比較多 所以我們農產品現在 不是只有你賣多少錢而已 還要考慮到說 我的成本能夠降低 這個我們的利潤就拉開了 這個是現在我們經營農業 大概比較需要考慮的地方 那土壤 相信各位這個非常有機業的人 大概對土壤都知道 最好的土壤呢 就是排水也好 保水力也加 又有通氣性 肥力也保持得很好 不會那麼快就被水沖走 那這種土壤呢 在剛剛天生遇到有一個難度 所以靠我們大家來養土 養土的方法也不難 就是多適用一些有機質 各種有機質會這樣多適 那它的土壤就會 這個狀況物理性質就比較強 那好的土壤呢 尤其在漢座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 你站在土壤上面 站這樣這樣會有彈性 好像站在彈簧床 我相信有的土地 這個農地就會受成這樣 我們陳吉平班長 他的土壤也不錯 相信很多在座人 我們相信我們的土壤也顧著非常不錯 那好的土壤 一般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這個取一點土壤 加點水米乾之後 把它用手去搓 一搓一個洞的 不大會散開 那這個土壤就偏黏了 我們北部啊 大概土壤都是比較黏 那如果一碰 碰到的地方就散 還沒碰到的 也下到一樣都散開了 那土壤這個就比較煞 那比較適合 那比它適合 碰到的地方有點散 那稍微有散多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比較OK的一種 土壤最好 那土壤呢 常常碰到一個問題 在水道點有時候 不容易看得到 有時候你種菜 這個下過雨之後 或者是澆過水之後 等到太陽一出來 表面的土呢 有時候能呈現乾燥的雙方之下 出現一些白白的粉末 好像撒一些鹽巴在上面 這個就是土壤鹽化造成 那土壤鹽化呢 不是只有化學肥料多是會這樣 有機質肥料如果食太多 也會這樣 所以說有機肥雖然不錯 可是也不能因為好 或者是大家覺得肥力不夠 就食太多 它同樣會有反效 這幾年呢 在有機蔬菜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它的硝酸鹽含量比較高 不曉得各位 如果種有機蔬菜 會有關心到這個訊新聞呢 如果硝酸鹽含量過高 很多消費者都不敢吃 那說為什麼 這個化學肥料多得比較多啊 怎麼是化學肥料的蔬菜沒那麼多 就是有機蔬菜 硝酸鹽含量多 通常就是啊 因為有機肥大家認為比較不凡 所以濕的量通常都過量 一過量淡肥尤其豆婆類 雞糞糞糞糞 這種淡肥比例就比較高 一直濕 如果種葉菜 這個三個禮拜之後一次又加一次 三個禮拜之後又加一次 事實上很容易就過量 這個一過量之後 它吸到葉子裡面 葉子長很大沒錯 可是它很多啊 通過光合作用 把這個硝酸鹽轉化成 它的一些植物品的重要元素 那如果陽光不夠 太陰或者是濕的過量 光合作用來不及 做那些化學肥料就會造成飛機 所以說 在有機肥試用的時候 其實大家要注意 那突然鹽化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擔心 如果露天還比較好解決 下個雨啊 你澆個水啊 透過水流掉 這個鹽淚就沒了 或者呢 你就知道 除了已經有這個鹽淚出來 可以種一些西種肥的蔬菜 像空心菜啊 像那個地瓜葉啊 或者灑一灑 種一些青蛤玉米啊 這些都是西種肥 那種下去之後呢 就不要不要吃了 你會發現葉子長得很綠 很綠呢 你就知道蛋肥太高 那就收完之後呢 就不要再吃了 再種 種個一兩次 發現葉子已經不會那麼生綠了 就知道你的土壤就OK 那當然各位也可以採一些土 送到改良廠 目前是不用收錢 幫你驗一下這個營養元素 那通常呢 因為蛋肥流動變化太快 所以我們一般不幫各位測蛋 因為測的不準 你測出來 可能你因為剛吃過淡肥比例很高 可是你只要下個野 這個澆個水 淡肥就馬上少掉一半 所以一般淡肥不會做 可是呢 你這個栽培的過程當中 從植物的葉片 它會告訴你 淡肥多還是少 這個是可以 這個注意 那肥 剛剛水稻也有稍微提過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施肥啊 盡量合理化 合理化的方法 就是各位拆除做到養肥 我們會告訴你 除了淡肥之外 有機質 淋肥 降肥 鈣 還有一些重基礎 它的比例有多少 那這樣在各位 試用肥料的時候 現在就有一個依據 否則大家每年都吃 你看泥巴 不知道到底裡面是多還是什麼 所以我有比較科學的方法 來做一個 通常土腦大概兩年 變一隻就好 因為除了淡肥 流動比較快 其他的比例 大概變化不會這麼快 那當然有機質肥料 通常是建議 如果你賣有機質肥料 盡量每年用不同品 這樣最好 因為同一個品牌 它就偏向某一種材料 所以有機質肥料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都好 就是盡量作用不一樣 那各位家裡面 如果有一些雜草割下來的 或植物產品 或者廚魚做堆肥 那種也很好 只是如果用廚魚做堆肥 要稍微洗一下 否則我們炒菜都有些鹽巴 那個鹽巴加在裡面 將來用成堆肥 對植物也是不好的一個地方 那有的時候呢 有機肥撕下去 裡面會長香 那個通常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有機肥料 發酵沒有完全 那這樣撕下去之後 對植物的根 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很多人 撕肥的時候 總覺得說 那也基本沒關係 隨便吃 事實上 它在土壤中發酵的時候 那個根 是傷害很大 那我們種菜之前 一定會整地 那當然水到田之後 直接 這個種菜 很多就是把一些菜 直接撒上去 有一些魚做的 種高麗菜 種蘿蔔的 當然整地沒有關係 可是有時候我們跟田 如果靠近馬路邊有 有時候適度整地 要注意就是 把一些這個石頭 或一些危險東西跳出來 尤其路邊很多 開車的沒有功德性 喝了一個蠻牛丟 一丟有時候玻璃的東西 它有時候拿小人在打 如果不注意 把它打破 打破之後呢 腳踩到手上 或是說 被那個 中根一打到它 啪 飛出來 打到身體 那也很危險 所以我們在田裡面啊 不是說操縱容器都沒有問題 有時候要注意到別人 或是說自己不小心 有一些危險東西 我們也碰過 有些這個 一些石頭 不曉得就被打 然後想飛過來 我就跟子彈一樣 直接把腳打碎 所以大家在田裡面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 整地這一關 主要是挑種危險的東西 那至於整地要整整不期待 通常就看各位 想要種什麼菜 而如果你種都是小葉菜 寬一點沒有關係 如果種果菜類 瓜類 可以做窄一點西 做高一點 如果你要種地瓜 蘿蔔 那可能西藥更高一點 它的地下 這個排水好一點 比較不會說生長 受到不好的影響 那有時候呢 種菜 大部分都是用種子來摘 那種子呢 不外乎其種 一般就是灑菇 灑菇的時候 大家就是比較注意就是 澆水 有些設施 現在以前設施是做西 現在設施都平的 平的 灑完之後呢 就噴水了 有時候噴水很重要 大家種菜經理知道 噴水 佔你種菜成功的百分之五十 有時候你一澆不好這個菜 要不然就太乾乾死 要不然太濕濕濕 或者種子一撥下去 一澆完 讓種子到處流浪 就會長得密密麻麻 不均勻 所以一般來講呢 澆水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 我們通常啊 如果在設施 噴水的時候 先噴個幾秒鐘 讓土壤跟種子有一些黏度 然後過個幾分鐘之後呢 再噴一次 結果這幾十之後啊 讓土壤跟種子差不多有個固濁之後 這樣差不多隔個半個多小時之後 再來一次噴個兩三分鐘 把土壤充分的澆水 這樣 種子就不會到處游來游去 這樣長出來就會如你的要求 這樣長起來就比較正常 那蔬菜現在也有育苗 羊梅現在指成是我們北部最大的育苗中心 現在啊 大家分工很細 蔬菜啊 育苗如果育得好 種下去 縮短在那個時間 指數變長得好 所以現在育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育苗的優點最主要是節省種子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血苗放一顆 那有長就提止 每一長就算了 也不會長得過密 這個是另外一個最主要就是 加奶 疫苗如果這個規模夠大 可以自動化 像我們林宿班長 他也可以自動化 自動擴展 就不用每個人一顆一顆 天破不了幾 這個是血白疫苗最主要 那血白疫苗之後呢 它的根長得比較健壯 比較完整 我們在移植的過程當中 它存活跟生長時會比較快 那有時候育苗就是要注意 如果有時候自己在家裡育苗 要注意 如果陽光不夠 苗就會土長 苗一土長呢 不要以為會長得高高的好像 是這樣的 苗一抵下去 馬上就爬下去 一爬下去之後呢 要再恢復 反而不會像甚至一般 矮矮的那個苗長得好 所以如果一般苗呢 三個禮拜可以長之後 那個土長苗一種下去之後 它先趴下再恢復再長 反而會慢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的生育期 對我們大家的栽培來講 反而不利 那血白疫苗之後 移苗就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把生長差不多大小 移在一起去 比較小的移在一起 這樣在管理上面 在室內上面 在採收上面 對我們的管理上 比較方便 那另外就是千叉 很多蔬菜呢 都可以千叉 除了小白菜 除了那個地瓜葉 紅鳳菜之外 還有一些像九層蛋 相信大家都很多 那這種草本 它的牽插的時候 注意喔 它是要去頂端 頂端就像採茶葉一樣 茶葉在一個一心二葉裡 我們這個 地瓜葉跟這個紅鳳菜呢 也許了一心四葉 這個長度 它的發根率最強 你去如果後面靠近頭目 比較老 它的發芽率發根率反而比較長 跟一般木本族一樣 木本族的牽插 要找最少兩年生 就是變得一方方的 它的發根率 發根率 草本一定要嫩 一定要嫩 另外呢 番茄也可以千叉 不曉得多人知道 中國番茄 大部分都是種子番茄 種子番茄 種下去之後呢 你要大概一個月 在營養生長一個月 開花結果到收 又要一個月 所以種子的話 先到採收 像茄果類 番茄 甜椒 茄子 差不多最快 多了兩個半月以後 開始可以收 可是如果說 我們有種番茄 你把番茄的側養 反正要修剪 修下來之後 千叉 差不多不到一個月 它就會開花間 所以這個是 這個番茄 算是一個促成在提早收穫的一種方法 你只要取側養 取大概差不多十五 十到十五公分長 直接一千叉 你看種在盆子裡面 馬上 矮矮的就開花間 所以各位如果 如果經營這個觀光合園的 除了賣番茄之外 有時候賣番茄盆栽 也是一種收入 那怎麼樣培育呢 就是用千叉粉 可以提早進到番茄的採收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蔬菜 是用分豬 常用的蔥 蔥就可以直接分豬 那蔥分豬之後呢 事實上 比較重要就是 我們一般會把上面底端切掉 然後灌水 那一般的菜 只要一直 通常會馬上澆水 可是蔥比較不一樣 你讓它越開 它的根 會被誘發的越快 種蔥的時候呢 你可以分完之後 先放 放個一兩天 跟它乾都沒關係 把上面都減好 等到上面都乾了之後呢 再種 種下去之後呢 先半天不要澆水 也沒有關係 甚至有時候厲害 你等到第二天再澆水 包著你不會死 等到第二天再給它澆 不要從底端澆 所以灌到這個管裡面 容易爛掉 從肌部回澆水 它的根馬上就冒水 植物在吸收肥料的時候 不是它那個粗的根 而是它白白細細的根馬 所以你植樹健不健康 是看你那個根毛剝不多 就跟水道一樣 只要根毛過多 植樹就健康 所以用這種方法 種蔥成多人氣味 那像蒜頭 蒜頭我們就是直接剝 剝種 那一般蒜頭 北部以前也曾經 種過很多 但是因為它是要冷 才會結頭 那北部 冬天 冷沒有種 可是太多餘 太潮濕 所以很多蒜頭 種起來到厚起來 結果這個要收的時候 水大概就爛掉 所以現在北部種 蒜頭比較不多 那芋頭 芋頭的時候 種的時候就是要注意 它旁邊分出那個小芽的時候 要把它剝掉 要去 這樣中間的那個 主要的芋頭 才會打怪 尤其如果種檳榔性 那大家如果說 你有特殊的目的 我就是要收很多小芋頭 那沒關係 那你就不用刻意剝 就讓它長 那這樣會長一大堆之後 每一個都小小的 搞不好有特殊的 喜歡小小的芋頭 那這也是一種 一種栽培方式 那馬鈴鼠 馬鈴鼠比較不一樣 在座有沒有人 有在種馬鈴鼠 有沒有人種馬鈴鼠 比較少 那馬鈴鼠也曾經 北部有人種很多 那馬鈴鼠它的 這個地下這一塊 是地下金 跟這個地瓜不一樣 地瓜是根 那根跟金怎麼差別 你把它切開來就看得知道 你地瓜一切開來 你看 它中間一個很深的圈圈 那是水 跟蘿蔔 跟紅蘿蔔切開一樣 所以旁邊很多膚色狀 那個就是根直接肥大 可是馬鈴鼠呢 是金 因為它呢 它不是根肥大 它是馬鈴鼠種出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金 在一般種起來的時候 要培土 培完土之後呢 在土壤下面這一段 會長地下金 這個地下金 這個地下金 長到十五十六節之後呢 那如果氣溫夠低 它就肥大 就變成一個馬鈴鼠 那如果氣溫高 它就變得往上 變得枝葉 所以北部事實上 也是滿適合種馬鈴鼠 也是秋冬天做 只是要注意啊 排水要好 否則水分一多 那個馬鈴鼠會跑到 所以馬鈴鼠是地下金 這個地瓜是地下根 那再來呢 一般菜管理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 就是 一般我們過種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試 每個植物的種子 它就包括了 夠它長出兩片植葉 跟一兩片本葉的能力 所以如果說你過種 土壤裡面肥料太多 有的時候 反而種子發不了癢 因為鹽分太高 會抑制那個水分的吸收 甚至造成種子的羞肉 所以通常這個過種的時候 發芽這個階段 土壤可以不要有肥 等到葉子冒出來 到開花之前 這個叫做營養生長 就是長枝葉 這個時候 蛋肥的比例要高 蛋肥當然如果用化學肥料 比較好便宜 那有機質肥料呢 一般的豆婆類 土茶婆類 雞糞類 這個豬糞類 都具體分別的 這個都是蛋肥類 那如果零甲肥呢 像牛糞 像蔗渣 像樹皮堆肥 像草木灰 所以像開花節目的時候 就要注意 這個零甲肥比例 稍微要多 那水分管理 通常在蔬菜上非常重 很多種菜的時候 這個太乾或太濕 豬都長過 很多人尤其在初期育 都在生長的時候 照顧得非常好 可是葉子呢 長不大 種了兩三個禮拜 還是長不大 很多一個時候 都是因為排水不良 造成植物的根 沒辦法展開 根長不開 根毛長不出來 對肥料吸收 就不再長 就會造成 生長的一些生理問題 所以土壤太濕 通常是影響到植物生長很重要的原因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一個地遊會發現 比較面風的比較快乾 後面就比較不容易乾 所以有時候 澆水的時候要注意 比較容易乾的地方 要能夠適度的補損 那不要什麼都用煙罐 滴煙罐 比如說低的地方太濕 高的地方太乾 會造成兩個極端的一個狀況 那有時候呢 在栽培上會有一些輔助的作品 像茄子 利用Y字形成枝 茄子長起來之後呢 成一些枝架 否則呢 這個風一吹啊 這個這樣晃啊晃啊 茄根的作物質量很容易就斷掉 所以要大一些枝架 那像茄子 你要種的植物 很重要的就是肥料管理 你肥料管理的不是很適當 很容易長起來 像普克船長的勾勾手 一個勾勾 像釣魚鍋裡面 因為它的生長 肥料沖得很快 你這樣吹起始終於 那有些像田椒 你可能呢 除了搭支架之外 可以類似搭一個花網 用幾根架子搭一個花網 那支架一伸上去之後 搭的這個花網 不會因為風吹 就斷掉 那通常茄子 田椒 你要它的果實要大 基本上就是靠流 那果實呢 流得適當 一般一顆田椒 流一次 流三到五個果 你每一個就像石頭上班那麼大 你如果捨不得 捨不得酥母 你長得很多 沒錯 可是果實就會小 所以果實的大小 其實沒什麼絕招 就是靠流果 那有一些 苦瓜 絲瓜 你可能就要搭桶 因為它的脈 非常多 非常旺 我們一般也不會 針對這個 這個絲瓜 和苦瓜 做一整半的工作 那最後再來 雜草 水稻田 有雜草 漢做的蔬菜 雜草更多 你看啊 我們在色施裡面種 也可以種到全部 色施裡面都是雜草 那就是為什麼 很多都是有機肥 有機肥你買來之後 一散它進 有時候 不小心 一冒出來 哇 菜還沒長起來 草都先長起來 就可以發現到 因為 有機肥在外面堆 堆的時候 發酵完成之後 已經沒有那個熱 那時候呢 空氣中很多雜草包子掉進來 有時候一包裝起來 然後你天裡面一散 很多哇 綠而泥的一大堆 本個雜草 或者是 皮毛鈴 那種馬尺線 或者是 野線站 一片標準這種的話 那大概都不是一個問題 都是這個 有機質的朋友 或者 你用灌溉手的時候 水 帶進來這些雜草 所以通常 在預防這些雜草的方法 在焊田 有一種方法 就是 有機培施下去之後 混著地質完之後 先灑水 讓土裡面的雜草先冒出來 一冒出來之後 趕快打掉 讓種質量降低 接著呢 可以這樣重複一到兩次 然後再開始種菜 雜草就不會這麼旺盛 或者呢 直接 處理完之後 種血糖 那這樣雜草 也不會多 那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這個覆蓋 像各位有種水道 有些這個草桿 用草桿覆蓋 也是OK的 那草桿覆蓋 所以要放著雜草 很像如果各位有種青蔥 用一些 稻草覆蓋 它的蔥白 會比較長 這個也是 它覆蓋的一些好處 那你看啊 如果用 炫爬苗遺址 因為它本身苗就比較大 然後菜一長到 兩個禮拜 可以甩收的時候 草也差不多 長到它的一半 那因為畢竟菜比較大 就不用耐清 就直接等到菜採做完之後呢 在整地的過程同時 再順便把雜草 做一個整理管理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就是一些 病腫瘡的管理 當然我們現在大部分 大概農民也都習慣 使用農藥 事實上 你農藥用越多 你會發現其實病腫瘡越嚴重 這個就像 我們現在 醫學很發達 醫學很發達 藥很好用之外 可是我們人的病 越來越難醫 很多病 反而什麼藥都沒有醫 那就是因為 你用藥用得多的結果 讓蟲跟病 都變成抗藥性 結果蟲跟病 變成抗藥性之後呢 他每次一看到你的奶 我就覺得你要不要 趕快吃趕快吃 吃快一點 吃快一點之後呢 趕快生孩子 原本呢 三到四個禮拜 要一周期的蟲 被我們訓練兩個禮拜 就一個世代過去 所以病蟲癌越來越難防止 要越用越重越用越長 所以事實上 很多在講有機 很多人認為說 有機 騙人了 事實上 有機啊 如果真正能夠達到 一個生態平衡的狀態之下 各種蟲 各種病 有天理 各種去抑制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能病症患 反而比較好 所以 我們事實上 也一直要呼籲 不管怎麼樣 大家也不是去 希望會一下 全部做影集 盡量多適用一些有機質的量 用一些有機質的東西 讓土壤裡面各種距離 都多樣多遠 有一個互相 健康的效果 在生態裡面 相信我們的 不管中的作物 你的觀影 會比較清楚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噴癌 噴癌 受傷最大的是誰 是我們自己 你噴癌 第一個是先 自己先吸收 所以為了自己 先不要想為別人 先想為自己 所以要能夠少噴 盡量少噴 絕對是對我們的身體 是比較好的一種方法 那當然 再有一些 比較天然的方法 有一些 像一些枯草感菌 這種 舒逸菌的使用 那一些 用 因為有時候種菜 面積不大 簡單用的沙瓦 隔離 這個也是一種 放病毒化的方法 就不要噴癌 那當然 有一些 如果你種一些香草類的東西 拿它來噴 有一些味道 或種一些雞皮植物 能夠驅離一些 蟲啊 病過來 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當然 病蟲愛這一塊 我們盡量想到 讓天來 讓那個環境 來控制它 這樣子最好 那一步一步來 那這樣子我們身體也健康 因為最簡單的 相信你看我們羽毛 沒這麼多 好多好山好水 很多生理地方 相信各位有時候去爬山 你從來沒有看過 那個美麗的生理裡面 有人在噴毒藥 沒有人在噴毒藥 他為什麼這樣喝 就是 所以大自然 它自己有一個 治療自己的方法 千萬 我們讓它自己能夠 產生 不要我們因為 刻意人為 一直管理 管理的太好了 就以後你真的 不困農藥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從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漸進的 能夠讓我們的環境 盡量能夠 永續的經營 這個也是事實上 鼓勵說 能夠有機盡量有機 多有機質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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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主要的 一個原因 一個目標 最後就是講到產收 一般夜菜類 大概一個月內就可以收 長期夜菜 或者是果菜 差不多兩個半月 到三個月就陸續收來 有一些可以重複收的 像地瓜葉 甚至像空心菜 現場 都可以重複收 透過這種方式 大家就是要了解 怎麼樣避免不要連坐 怎麼樣合理化施肥 怎麼樣呢 利用生態的方式 能夠讓土壤的 這個有趣利用 能夠永遠 讓後代子生 永遠可以利用土壤 這個事實上是 農業的最重要 那當然農業 就回歸到一開始 在台灣的農業 絕對有錢 只要你願意做 絕對不用乾淨 尤其像最簡單的蔬菜 除了一些根莖類耐煮之外 所有的業菜類 國外都跟台灣 再次沒有競爭 你說一顆 這種好不容易 種一大堆空心菜 從大陸面到台灣來賣呢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 所以相信啊 只要大家有幸 在蔬菜這一塊 絕對從精緻化高品質的 這一個角度去思考 絕對可以有續性 好 以上簡單介紹到這邊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 換家答案 謝謝